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到11月 省文化科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0年江西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法制宣传活动 本次法制宣传活动主要内容为宣传贯彻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相关法律法规 重点对今年开始实施的江西省旅游者权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广泛宣传 同时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社会监督督促文旅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扑法扑法责任制 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后首批文化和旅游市场社会监督员 来自南昌市文广心理局的胡国栋觉得 这不光是一种责任 同时也是作为江西文旅人的义务 作为一名社会监督员 我们将会在文明旅游 旅游执法 旅游建设 以及景区景点等各个相关的方面 对不良行为进行监督 比如说涉及到旅游者消费不公的问题 以及旅游者自身的不文明的行为 都属于我们监督的范围之内 以及执法的有所偏颇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遇到了 我们也将会进行商业的监督 此次活动通过进一步规范文化和旅游行业经营活动 不断优化文化和旅游市场环境 大力提升我省旅游行业的影响力 竞争力和美誉度 在新的起点上 推动我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 我们有责任行使社会监督员的义务 对全省的文化和旅游市场 进行非常必要的监督 以我们的身体力行来推动 全省的文化和旅游市场 这个迈向新的台阶 为全面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市场复苏 刺激旅游市场消费 我省各地陆续出台了各项奖励及推动措施 日前赣州就放了个大招 从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共计约2000万元的重金奖励 来推动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复苏繁荣 这2000万的奖励对象有哪些 咱老百姓去赣州旅游 是不是也能够有奖励呢 赣州市文广新旅局 赣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克服疫情影响全面激活旅游市场奖励措施中 针对大型旅游团队 自由行旅游直通车 新媒体宣传等方面 出台强有力的14条硬核措施 单项奖励高达100万元 总奖金2000万 首先是针对大型旅游团队的奖励金额为1000万元 包括旅游专列奖励 航空旅游团队奖励 旅游大团队奖励 旅游自驾团奖励 OTA平台收客奖励 其中旅行社组织300人及以上专列 到赣州旅游并在赣州住宿一晚 每趟专列奖励8万元 住宿两晚及以上 每趟专列奖励10万元 其次对于地阶旅行社 赣州旅游直通车有不同的奖励措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到赣州自由行的游客 通过到指定打卡点打卡 发布邮寄攻略等方式 有机会分享100万元梦想奖励金 另外在新媒体上开展的 随手拍赣州迎万元现金活动 也设立了100万元专项奖金 在出台系列奖励措施的同时 还将实施赣州品质旅游保证计划 一是市县两级设立旅游服务质量先行赔付基金 其中市本级设立100万元 二是建立导游优质服务培养及激励机制 让游客放心游赣州 作为2020第17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系列活动 21日在博览会期间 景德镇古摇民宿博览区开展了 景德镇历代柴烧瓷窑图纸捐赠仪式 以及景德镇明代葫芦窑赋烧点火 在景德镇历代摇炉营造图纸捐赠仪式上 景德镇古摇将历代摇炉营造图纸捐赠给景德镇陶瓷大学 据记者了解到 选择景德镇陶瓷大学作为捐赠对象 是源于景德镇陶瓷大学是中国唯一一家 以陶瓷为特色的高校 景德镇古摇民宿博览区 又是全国唯一一家 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国家围级旅游景区 是全国文旅融合经典示范景区 景德镇古摇民宿博览区 希望和景德镇陶瓷大学 联手将历代摇炉营造图纸及资料保护好传承好 借助陶瓷大学图书馆这个平台 让更多有志于陶瓷文化和非遗记忆的师生传承 对景德镇陶瓷大学 进一步丰富陶瓷类文献 建设全国陶瓷文献中心 增强陶瓷专业人才培养的文献基础 普及师生的陶瓷知识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悉 此次捐赠的图纸包含了宋代龙窑 元代馒头窑 明代葫芦窑 清代狮子窑 清代小镇窑营造图纸五份 清代镇窑窑炉 窑房图纸两份 明清厂房金窑 龙缸窑 风火窑 色窟 烂黄窑 霞窑营造图纸六份 清代明炉 暗炉营造图纸两份等资料 在历代窑炉营造图纸及资料捐赠交接仪式之后 与会领导和嘉宾前往明代葫芦窑赴烧点火 参加仪式的嘉宾高情火把 来到明代葫芦窑窑房 依次将火把投入窑内 熊熊燃起的窑火 伴随着松柴燃烧时发出的琵琶声 整场仪式瞬间被推向高潮 据悉 葫芦窑是盛行于原末和明代的重要词窑 随着葫芦窑得以赴烧 将有大批精品陶瓷使用最传统的柴烧方式收治 据悉 从2009年至今 锦德镇果腰民族博览区附建复烧了12座柴烧瓷窑和2座明炉暗炉 随着历代瓷窑系列复烧 实现了国家级废宜项目生产性 有效保护和传承 创新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极具特色 极具吸引力 影响力的文化景观 打造了文旅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的亮丽经典 说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手出新单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说江西系列报道 第二季革命旧纸片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 位于吉安永兴的 乡干省委机关旧纸 江西省吉安市永兴县 文化渊远流长 红色资源丰富 1929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 永兴逐渐成为 相干边界斗争的中心 1931年5月 相干边界军民配合中央苏区 开展第二次反围角取得胜利后 相东南和干西南的红色区域 连成一片 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 为了统一这片区域的领导 决定在干江以西地区 成立相干省委 建立相干革命根据地 永兴县城现存的 相干省委机关旧纸群 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眼前这座造型古朴典雅的祠堂 就是中共相干省委旧旨 位于永兴县和川镇民主街 圣家平路14号 原为萧氏宗祠 建于1913年 为两层专幕结构 共三进四住三开间 正面形似西方教堂 1931年8月至1932年11月间 中共相干临时省委 及中共相干省委设立在此 我们看到那个祠堂 它的正立面有一点西方教堂的样子 因为那时候隔壁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 应该是受它的影响 所以民国初期建的一些祠堂 基本上都希腊了这样的一个门头的样式 在萧氏宗祠的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字 藏侯帝 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字呢 那是因为藏侯是汉高祖刘邦 给萧和的一个封号 而萧氏宗祠是永兴县信萧的家族 共同拥有的祠堂 也是萧和的后代 所以就有了这三个字的出现 1931年8月1日 中共相干临时省委在永兴成立 省委机关设在萧氏宗祠内 省委领导王首道 林瑞生 甘四奇 及儿童局书记胡耀邦等同志居住在此 这是王首道同志的注释 1931年 王首道奉中央的命令 来到香港苏区工作 于8月1日抵达了永兴县城 在萧家祠组建了香港临时省委 由他担任了临时省委书记 之后 中共香港省委正式成立后 他先后担任过第一届 以及第二届中共香港省委书记 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注释 当年年仅16岁的胡耀邦同志 担任的是香港省儿童局的书记 为了使苏区广大儿童都能够学习知识 接受革命教育 胡耀邦经常到苏区各地去考察 巡视儿童工作 10月8日至15日 中共香港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莲花花堂召开 中共香港省委正式成立 省委机关驻永兴县萧氏宗祠 10月17日 香港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香港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袁德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标志着以永兴为中心的 香港革命根据地全面形成 自此永兴成为香港革命根据地的 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中心 萧氏宗祠设有收发室 列宁市 技术科 游应市 少贡省委办公室等 收发室是当年省委的报告 文件 信件都是在收发室进行收发的 那么列宁市是当年的省委领导人 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之余 也有非常丰富的业余生活 列宁市就是他们用来读书 看报下棋的这样一个休闲娱乐俱乐部 游应市是当年的省委 在此利用简陋的游应设备 将省委的各种计划 议案 报告 通知等 由此印发到全省各地 及时地指导全省各地去开展革命运动 1932年2月为了加强对香港红军和地方武装的统一指挥 更有力反击第四次围剿 根据中阁军委的指示 在永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香港省军区 军区总指挥部设在永新市院 张启龙 蔡惠文 先后任军区总指挥 甘思齐 任毕石 先后任政委 香港省军区 它其实也是省委的机构之一 它是一个军事斗争的中心 当时制定的是军事策略 包括反围剿斗争的一些指令 都是从这里搬不出去的 中国工农红军香港省军区总指挥部就职 坐落在永新县河川镇公园路33号 任毕石中学院内 原为永新市院的主体建筑 曾毁于战争 重建于同治元年即1862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 市院其他建筑都不复存在 县只保留了该主体建筑 1933年6月初 任毕石奉中央的命令 来到香港革命根据地 担任香港省委书记 兼省军区政委时 和夫人陈宗英就是居住在这里 并在此办公的 中共香港省委积极贯彻 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 加强了根据地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 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 香港省军区兵工厂 香港石印局 造壁厂 红色医院 银行 赤色邮政局 等一系列机构 出版发行了红色香干等20余种刊物 开办了各级列宁学校 发展壮大了红军及地方武装 在成立香港独立一师 独立三师的基础上 组建了红八军 后又与红十八军 在永新沙市 合编为红六军团 当时香港革命根据地 开始创建于1929年的5月 结束于1938年的2月 将近十年时间 香港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策役 和三二干革命根据地 连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纽带 在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下 全盛时期 香港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包括25个县 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 永新作为香港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现存的中共香港省委就职 和中国工农红军香港省军区总指挥部就职 1996年一同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昨天下午风暴野兰幕组迎来了一位 来自南城市象湖区复丽迎喜悦城的业主代表 他专程来干嘛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谢谢 我是复利迎喜悦城的业主代表 非常感谢江西广播电视台影视旅游频道风暴野栏目 对我们复利迎喜悦城小区房屋质量问题进行报导 使得复利的开发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关注 并且开发商承诺在10月30号会对房子的问题进行质量的整改 这是我们送栏目组的两行字 刚正不阿报天下不平事 吉人所及做百姓贴心人 送给你们栏目组非常感谢 2018年复利迎喜悦城业主们先后购买了精装商品房 今年9月10号业主们接到通知进行收房的时候却发现 新房质量刊优根本达不到入住的要求 为此600多户业主多次集体找到开发商南昌复利超胜之有限公司讨要说法 开发商却避而不见 10月21号风暴野对南昌巷湖区复利迎喜悦城精装房质量问题进行了报道 引发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目前开发商已经承诺将于10月30号之前解决业主们的所有房屋质量问题 好的我们风暴野的投诉通道已经为您开启 您在消费当中碰到任何的问题麻烦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报料电话07918830101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